外形像坦克的灭火机器人你见过吗? 这就是我国研发的新型灭火机器人 每次有火灾都会牵动大家的心 不仅担心的是重要财产遭受损失 更担心的是消防员的生命安全 对此我们也把消防员称之为最美移行者 为了降低大火对消防员的危害 我国就研发出了这款新型救火机器人 从外观来看 这个机器人像一个小型坦克 这个机械人底部搭配履带的设计 这样面对楼梯也不成问题 里面同时搭配了好几种灭火措施 有高压水枪有泡沫灭火器 这种灭火器的好处 就是可以钻进一些空间小的地方灭火 而且当自身温度过高的时候 还会给自己降温 当遇到火灾的时候 可以先让机器人进去灭火 消防员在外面打辅助 等内部火势变小以后 消防员再进到内部灭火 虽然这个机器人从外形看起来非常的小巧 但是它的高压水枪最高可喷射到120米的射程 而且整体采用耐高温的材料 确保在火焰之中不会因为高温而导致变形 我们都知道如果遇到森林大火 好几周灭不了都是很正常的 这对消防员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有了这个灭火机器人辅助 极大程度地缓解了消防员的救火压力